2022北京冬奥会 曾经公布的世界排名第一 小魔王孙颖莎格外引人关注 据知情人透露 虽然孙颖莎已超越陈梦 首次登顶世界排名第一 但迄今为止 孙颖莎依然没有主管教练 就连临时带过孙颖莎的男队教练陈启 也传出了已经辞职回省队的消息 从目前来看 中国乒乓球军团的教练组应该非常缺人 孙颖莎没教练的问题依然在持续 据相关专家分析 陈启本是中国乒乓球军团男兵教练 名义上主管的队员包括马龙、许新这样的奥运冠军 也有像彭这样的好苗子 在黄海诚因家庭原因从中国乒乓球军团辞职后 孙颖莎没有主管教练的情况下 陈启担负起孙颖莎临时教练的重任 回顾2021年 在美国休斯敦世锦赛 WTT新加坡世界杯 WTT澳门冠军赛中 陈启都是尽职尽责的帮助孙颖莎 得到了好评 就在无数球迷期待陈启能更进一步 成为孙颖莎主管教练时 却突然传出了陈启要回江苏的消息 更有消息灵通人士在网络平台上晒出了江苏体育主管部门的截图 显示陈启是因为个人原因主动辞去国家队教练一职 目前已经返回省队 陈启被聘任为乒乓球男子一线教练 任期从2022年1月到2025年12月底 虽然中国乒乓球军团还没有官宣 但种种证据表明 陈启回江苏省队已成定局 其实 中国乒乓球军团国家队教练的岗位看着光鲜 但由于常年跟队训练 比赛 任务繁重 经常与家人两地分居 作为中国乒乓球军团的教练真的很不容易 值得一提 目前 河北省队的教练杨广蒂已经再次持援中国乒乓球军团 他来到海南 与孙颖莎聚在一起 再次作为小魔王孙颖莎的临时教练 帮助他成长 这也是杨广蒂第二次来中国乒乓球军团国家队帮助孙颖莎 但必须指出的是 杨广蒂虽然和孙颖莎亲如妇女 但他自己也承认 其实在技术方面能交给孙颖莎的并不多 在中国乒乓球军团队内高手如云 国际女子拼弹竞争压力日益加大的情况下 小魔王孙颖莎想要守住世界第一排名 同时冲击乒乓球大满贯的荣誉 难度系数真的很高 此外 杨广蒂教练在国内集训时还能帮助孙颖莎 一旦出国比赛还能随队吗 这真的还是个未知数 期待小魔王孙颖莎的主管教练能够早日得到落实 也祝愿孙颖莎在新的一年中 心想事成 万事如意 最后 感谢大家的收听 收看 谢谢大家